是的 柔佛州选一共有75万新选民 各政党也在一些关键地区 刻意安插新生代上阵 借此吸引年轻选票 在人民普遍对政治斗争越发厌倦的当儿 这场选举将能够一亏 年轻人对国家政治的真实想法 同时验证新立军 撼动各政党政治版图的实力 各界都在拭目以待 不少人都希望这次选举中的年轻面孔 能够为政坛注入一股新的动力 对于选民而言 无论最后是谁当选 最重要的就是真心实意地推动发展 兑现选举承诺 让百姓在经历一系列的疫情 经济和政治危机之后 能够真正地再次安居乐业 你选哪一个党也好 你选哪一个候选人都好 但是人家又跳槽了 所以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华人 其实都很失望 对于马来西亚的选举制度 尤其是现在马来西亚的状态 我会觉得就是人很重要 可是那个党派也很重要 党派最重要的是要清廉 如果党派本身都已经是走歪的话 不管你多想做多好的事情 还是比较辛苦的 尽管18岁自动成为选民的政策 已经生效 但对于这个群体 是否有足够的成熟度 在事关重大的选举 做出理智的抉择 社会评价不一 有好有坏 18岁的话 可能他们的政治理念就还浅 就可能会比较容易被人家误导 都是要给 都要经过一点时间 去了解谁在帮忙做狗的 我会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就好像我的那个险妻 阿姆达 年轻人 给他一个机会 现在年轻人他们的思想 也不再像我们以前觉得是小孩子的思想 我会觉得就是进人民的一份力 或者就是另外说就是 如果你要 如果我们要去抨击政治多不好 或者马来西亚政府做的都不好 你必须要先尽人民的责任 你才有资格去投诉 柔佛州向来都被视为全国政治的风向标 有着德柔佛州者得天下的说法 而这里的75万名新选民 又是否会成为造王者呢 明天自有分晓 马新社电视 李宇请采访报道